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尋基 歡迎來到我們的Minecraft 街上的系列第25集 上一集我們去打我們凋零怪 結果被虐得很散 呵呵呵 還好裝備是沒有被炸掉啦 不然我一定會哭死 對 那今天這集呢 我還想要去外面探險喔 主要是我這次回來我們家也是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 我想要去探索我們的海底遺跡 對 因為我在私底下 應該說在去找中介層讀中 也有看到一個深海遺跡 所以我打算就是說 今天這集就來去找找看我們的深海遺跡吧 那至於裝備的部分 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想法 就是我想要帶來看 上次在中介層拿到的冰霜洗者 然後 我們就帶這樣吧 這樣應該就夠了 那為什麼不穿我們的鑽石裝 因為 我們鑽石裝快爆掉了 上次打掉了人的時候 對 那我們就這樣出發吧 而且我沒有看過這個冰霜洗者的效果 蠻好奇的 嗯 就走走看吧 太酷了吧 可以在水上走耶 我以為 為什麼 好酷喔 真的是 可以在水上走耶 這個冰可以敲嗎 不行 所以這個是不能敲的冰 不過我覺得這樣就很酷了 那我們就走吧 等一下 等一下 有夜魅了 等一下我已經三天不睡覺了嗎 有有夜魅皮膜 夜魅皮膜 好 等一下 這守衛塔是不是有點殘破不堪啊 它到底發生什麼事 呵呵 不過我希望 今天打的這個深海守衛 是會有BOSS的 不然 對還要再找一個 呵呵呵 好 那我今天主要目標是海綿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有海綿 可以在水下作業 好 那我們就走吧 這遺跡真的是殘破不堪耶 噢 等一下 這些怪 噢 等一下 有點痛 有點痛 欸 有有有有 這個這個有BOSS 這個有BOSS 可是 我已經殘血了 怎麼辦 我看一下它挖掘減數是多少 哇 疲勞3耶 噢 好 雖然說它是殘破不堪喔 可是 至少它是有 有怪的嘛 噢這個 這一起吸我一定會死 噢 我看到我看到了 這就是 呵呵呵 這就是我們的深海遺跡BOSS 我的天啊 好大隻喔 打得過嗎 噢 好痛好痛好痛 這有點痛 這有點痛 我還沒有門 忘記帶門了 不過應該沒有關係啦 欸還在吸 不行不行不行 我會死我會死 好痛喔 我們要分幾次 我們要分幾次 Guin的海綿 等一下它是一直吸的那種 噢 這好難打喔 這等一下 好 再 幾 咦 有 有 有海綿了 各位 有海綿了 啊效果咧效果咧 效果還有 所以應該還是有吧 還有幾隻吧 不可能只有一隻吧 好我們再找找看 啊 好我們回來了 哈哈哈哈 欸等一下我的裝備 不對耶 我的裝備在那邊 等一下 噢我的天啊 回來是回來了啦 但是裝備 不行 不能這樣 這麼辣的消失 從這邊過去 好像有點遠 好 我沒整個過去了 噢好痛 怎麼辦 啊 我剛好沒事要去打手塞海綿 不帶門的 噢 等一下 好 各位 好消息是 裝備有一些回來了 壞消息是 對 我的斧頭 跟 鏟子那些都不見了 還有海綿 不過裡面還有一隻 還有幾隻吧 我覺得 應該是還可以啦 對 而且這次我好好帶門 再不帶門啊 OK 有 有 這次 準備妥當 我們可以隨時可以下去啊 回去再攻卻這聲來的時候 我就變廢了 逃不掉了 這次我帶門 哈哈 你以為你逃得掉嗎 乖乖的死吧 有 有 還有嗎 好 各位 那我們算是攻略完我們的深海魚姬喔 拿到一個濕海綿 然後失去了 幾套工具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賺 真的是不知道耶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家了 然後 這個濕海綿 經過我們的燒製後 它就會變成 海綿 然後 再對我們的 算這塊好了 我們的水 這邊做一個吸 你看 它就可以把我們把大片的水給吸掉 這邊再 吸一次 喔 整個被它吸乾了 兩次 這邊就被吸乾了耶 我覺得很猛 我覺得可以 那海綿真的是一個非常實用的東西喔 只不過只有一個 不過也沒關係啊 一個對我來講其實就 就算很夠用了 那我可能私底下可能會找一些 生涯所謂來打打看 那之後有我們這個吃海綿啊 我們之後做任何水下工程的建築 會非常方便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按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影片的興奮態的話 可以訂閱我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那麼 我是尋基 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 掰掰 掰掰 蘋果回覆法 等一下 重點是我的裝備